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老安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提升 更多的人开始注重于健康的饮食 今天老安给大家介绍一种 有着植物燕窝之称的高营养天然食品 它就是小麦培芽 小麦我们都很熟悉 那么小麦培芽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小麦培芽是小麦的核心和生命 相当于动物的胎盘 是孕育小麦生命的基础 在整个的小麦当中 小麦培芽的重量大约只有总重量的2.5% 是整个小麦营养的精华 而且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E B1以及蛋白质 营养的价值非常的高 那么小麦培芽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第一 健胃整肠抑制腐泻 小麦培芽属于半流质的食品 对于慢性胃病的人既能全面均衡的补充蛋白质 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 又异于消化和吸收 还有利于胃炎的治疗和康复 肠胃不适的人群 可以建议大家可以长期食用小麦培芽 并扮演流质食物 比如粥类豆浆等等这些食品 能够有效的调节胃肠料的吸收和代谢 第二个功效减脂排毒 小麦培芽是一种完全蛋白 蛋白质的含量达到31%以上 是瘦牛肉的1.5倍 所以素食者减脂增肌的人群是他没错 小麦培芽当中还有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促进体内新疼代谢 将人体产生的毒素通过肠道、皮肤、汗腺、尿液排出体外 功效三 促进血液循环、美容养颜 小麦培芽还含有丰富的骨光肝胎 它抗氧化能力是微生素E的500倍 可以有效的促进皮肤内血液循环 面色红润 皮肤也更加细腻、富有弹性 小麦培芽的功效如此强大 它怎么吃好呢 首先我们来看 煮稀饭煮熟之后 撒入少许的小麦培芽 搅拌均匀就可以吃 第二 可以做各种的面食 比如烙饼、馒头、面包、面条的时候 加入相当于总面粉量的3-7%的小麦培芽 多揉个两三遍 使它和面粉充分的粘合 然后按照常规的方法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另外老安要提示您 选择小麦培芽 要选择完全未脱脂的 才能更好保留培芽的营养价值 亚油酸含量会高达55%以上 对于清血脂效果更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